从2800个报名团队中筛选而出 参加总统就职游行的每个团队都必须得有两把刷子 可爱舞动的小狮子 喜庆欢腾的纽秧格 优美曼妙的扇子舞 在此次的游行团队当中 有这样一支队伍的表演引人注目 这是一群来自副总统拜登的家乡达拉威尔的小舞蹈演员 11岁 我8岁 我15岁 我11岁 舞蹈团都是清一色的女孩 她们表演的是中国的民族舞蹈 这些女孩最小的只有8岁 最大的刚刚18 她们当中有一些是达拉威尔当地华人的子女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小孩 美国当地的小朋友也有加入演出队伍 家长们这次为了演出也是忙前忙后 能够参加总统就职游行 小演员们都非常兴奋 天真的小脸挂满抑制不住的喜悦 我特别兴奋 特别开心 紧张和开心 因为是很大的荣誉 平日里这些小朋友很是活泼 但是排练起来可一点都不马虎 由于总统就职游行要求严格 大家从街道通知后便抓紧时间日夜排练 排练的时候很辛苦 我们是花了三天的时间 三整天的时间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一个多月紧张地练习 小演员们需要反复排练跟上游行规定的节奏 大家还得保持队伍整齐 很多小朋友都说排练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的有三天我们全部都跳舞 整天跳舞 08年总统就职时首次加入了中国武龙武师表演 而今年的总统就职游行则有两支中国队伍加入 这个融入了可爱小狮子舞 纽阳格以及传统扇子舞的表演队伍作为其中一支参加游行的中国表演团队 小演员们通过认真而可爱的表演传达了鲜明的中国符号 编舞老师汤玲更是选择了中国传统的金蛇狂舞作为伴奏曲目 希望他们能够去 就说去在这个机会能够表现这种中华的文化 然后选择金蛇狂舞 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明月 然后非常好听非常热闹 比较适合就是在世外表演使用 然后马上又是中国的新年 然后今年是蛇年 而且总统就职的第20天就是中国的新年 所以希望在这个机会 然后也祝全世界的华人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